開啟資料庫後面有一串這些,這個就是連線的自串方法 這個部分是不需要背的,都可以call到的,都可以找到 裡面的話,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地方,需要修改就是在這裡 這裡的話,我是給它一個什麼?db2 而且要必須在哪裡?在什麼page? 在list workbook的page 就是說呢,我必須把資料庫放在哪裡呢?放在跟excel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特別說,我剛剛放桌面,不對喔,你一定要怎麼樣呢?把它搬家,搬到哪裡呢? 搬到那個我們這個excel的同樣的路徑底下 而且名稱的話要修改,所以這裡,如果你剛剛叫db1,你就把它改成db1,這樣才ok 好,那底下有一個註解,這個就是將來,如果你們要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網路上面,你可以參考一下,不過你們將來可能需要有一台主機的IP位置 你把它放上去,它就可以幫助我們連到了 ok,所以這邊當個註解,如果有需要,自己再去try 好了,之後的話,我前面就等於連線到那個資料庫了 接下來的話呢,我要寫資料進去,寫到哪裡呢? 這邊就有一個sequel語法,那sequel語法裡面呢,有一個要insert into的語法 什麼意思呢?就是新增一筆資料,到哪裡呢?到房貸 房貸是一個資料板名稱吧,哈哈用一下吧 然後面的話呢,就有五個欄位,對不對? 五個欄位裡面呢,後面呢,加上一個value,value就是裡面要放的值 那這個值裡面的分別就是A,B,C,D,D,就五個資料,對不對? 那這個五個資料呢,就是我們上面各位可以看到這個A,B,C,D 也就是說呢,我傳進來的資料有五個東西 那傳進來之後的話呢,最後呢,在set myRS 這個RS就是我的recourse set,就是這個recourse set 它去把最後的這個結果,利用什麼呢?利用那個mycount這個物件 它有一個方法叫sq,執行上面的這個sequel語法 執行下去之後的話呢,我的整個資料就寫過去了,這個蠻抽象的 但是我已經夠精簡了,才幾行而已 不過這個地方呢,如果有成功,你就看到有資料 沒成功,那就會跳出錯誤了,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就是說,我這個地方要怎麼來使用它 你們